开库2024全球创业者峰会 于8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举办 本届峰会以心智引领创新共荣为主题 充分聚合国际创新科技资源 来自爱尔兰 芬兰 赞比亚 荷兰等 多个国家的优质科技创新企业 集中亮相国际创新展触 10年以前我曾经住在中国 我曾经在Chengdu的CEO 中国一直是很棒的地方 我曾经有很多朋友 我曾经设计计计创新 几年后我曾经在中国回到中国 因为我曾经有这么好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好的地方 做事 我设计了一个办公司在北京 在 April 我设计有很多新技术 新的新技术 新的新东西出发出 我的公司是在湘海和在Zambia 昨年我们会计算了一个公司 业公司的公司 从 Changsha 来投资于贡猬购物 在Zambia 做资金购物 产生成为 鸟毫、鸟毫、鸟毫、鸟毫 也有助于 带产质的购物货质 其实是在中国 但它将会来自Zambia 这一个公司的公司 这一场建计是一场建计的 提及中国的投资营商环境 前来餐会的国际参展商表示 中国有很多机会 中国的投资环境充满活力 有很多很成功的游戏 在中国的游戏 而在中国的游戏 中国的游戏是很大的游戏 但也很大的游戏 我们也有很多许戏在中国的游戏 在中国的游戏 也在中国的游戏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游戏有很多机会 在一起工作 在中国的游戏是非常棒的 谈及对未来发展的期待 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家 对在中国的长期发展 持乐观态度 一位来自欧洲的参展商表示 由于欧洲试图将中国拒之门外 欧洲企业正面临成本上涨的问题 非常期待与中国企业加强合作 所以我的目标是 我们会有10,20,甚至更多人 我们会有很多的 共产业专门 专门在北京 它是一个很棒的处理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处理 所以我期待到这个旅程 过来的几年 在最后一年 我们开放了三个新门 在 Shanghai, Hangzhou 现在在北京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展开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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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仅仅仅仅 但也在工业市场上 给予更多的服务 它看起来有很多可能性 所以我希望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展开 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展开 我们能够展开 感谢观看